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曾小玥 欢迎大家收看《环球追踪》 先跟大家跟进一下外围的情况 美股全面上升接近1% 能源和工业股上升 支持大市向上 美国上月零售销售 按月升幅是较预期少 期内工业生产跌幅大过预期 但数据表现未能消除 市场对联储局这个星期开会 是否加息的不确定性 见到道瓶斯工业平均指数 扎幅高开之后 升幅逐步扩大 最多升过274点 收市部16599点 升228点 升幅达1.4% 标普500指数 收市部1978点 升25点 升幅达1.3%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收报在4860点 上升54点 升幅达1.1% 而在美国买卖的港股预托证券 造价就全面上升 见到汇丰折合港元部60.76 被本港收市上升超过1% 中移动上升0.51% 中联通和中人秀都上升超过1% 而中人秀更加上升挨近2% 中海油上升超过1% 中石化上升挨近1% 中石油上升超过1% 澳洲股市上升 英国伦敦富士100指数 收报在6137点 上升53点 法国Dex指数 收报在10188点 上升56点 法国巴黎Cat指数 收报在4569点 升51点 油价反复上升 主要是受汽油价格上升所带动 纽约旗游收市部每桶44.59美元 升59未先 升幅达1.3% 伦敦布林特旗游 经过上日下车接近4%之后回稳 收市部46.63美元 升26未先 升幅达0.6% 今价下跌主要是受到美元上升拖累 另外投资者官忙乱处局 这个星期举行的议释会议 投资情绪审慎 纽约期间收市部每盎司1,102.6美元 下跌4.9美元 地幅达0.5% 再和大家跟进会价 美元兑港元7.75 1元120.32 欧元1.1274 英镑1.5344 瑞士法郎0.9748 加元1.3242 欧元0.7129 樓元0.6352 最后是美国国负债券 新年期债券报2.27里 三十年期债券报3.05里 外围的情况先和大家跟进到这里 将时间交给直播室 谢谢阿K 早安 我是谢美琪 先介绍这一级嘉宾 有我们的高级分析员王慧河在旁边 Raffi早安 早安 先和你跟进 就是美国方面的情况 刚才小月都说到 就是外围方面的一些数字 跟进回公布了 就是美月的上月的零售销售 见到岸元就升了0.2% 都符合过预期 至于上业的工业生产 就跌了0.4% 可以说是差过预期 就是7月份方面就升了0.9% 就是聚业方面的生产 亦都创了去年初来最大的跌幅 0.5% 先问你 Raffi 见到零售方面的数据 就做得好反映 来需方面都依然比较坚勻 但是工业方面的情况 又似乎没那么理想 两个数字能不能够抵消到 对于大家 对于美国方面 经济方面的预测 当然 你说以美股如何走 特别最主要近期看 都要看加不加息 加不加息 加不加息 都在看来星期五的议息会议结果 虽然你说近期出的数据 都会令大家对加息 看法如何看 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左右性 的确以昨晚来说 其实数据上说 眨眼看 你看到好像有点好 有点不好 但是你说为何美股 都可以一枝独秀升上去 或者不断上去呢 明显地就是数据上说 其实整体大家解读 都不是太理想 因为整体以零售销售数据来说 因为你看到上月份 零售销售按月升0.2% 一来符合预期 亦都将7月份的数字 由原本升0.6 去到上收为升0.7 按年都升0.2% 这些全部数字来说 都是叫做好像挺不错 但是为何也是令到市载上去呢 因为大家知道市载上去 明显地是大家对加息提法押后的 而数据很没理由对加息提法押后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明显地在这个数据上 除了你说零售销售是一个重要的数据之外 特别看当中 就是核心零售销售数据的表现 其实是一般的 这个更加之重要 因为如果以回零售销售 和核心方面的不同来计 就是零售销售 就是计算其他油 其他销售销售的运输 很多不同的东西 但核心真的反映零售方面的主导 所以这个数据更加之重要 以核心零售销售数据来说 按月只是升0.1% 对比上月0.4% 甚至于预期0.3% 其实都是为之差 所以如何令大家对整体零售销售数据 看法来计 其实不算太好 再加上刚才提到的其他数据 不论你说真的工业的生产 甚至乎製造业生产方面等等 全部都是表现比较危之下 的确这刻令大家对美国 可能在短期 譬如9月份 这个意识会议加息的看法 是压得比较厚的 所以昨晚才令美股 可以有个大声的意味 甚至乎以整体 除了数据之外来说 以大家怎样估计加息的看法 明显地看回利率期货方面的表现 最新数字来计算 大约只有两成半左右的人 是股会加息 对比上个月来说 超过四成来计算 明显地都缩了很多 所以以这些因素上来说 再配合之前 自己也觉得 今次加息的性的确不是太高 所以以整体 我相信在短期里面 聚注加息 即是意识之后 到耶良再说话来说 都觉得是没有短期会那么快加利息的话 我相信美股有机会稍微做好一点 但见到美股方面 近一个星期一直都比较反复 会不会在公布了联储局方面的议息之前 这两个人来说 大市都会比较波动一点 当然 以星期五才有议息的结果 这几晚来计算 大家一来 除了观望的因素之外 也要看其他数据方面如何走 而特别今晚来计算 其实美国方面都会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 和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 虽然CPI方面 就不是美国联储局 用来看加不加息的指标 因为他们加不加息是看PCE的 即是个人消费开支的 但始终以CPI这些 都有一些差矛性之下 我觉得也有机会是令大家如何估计 也会有个估计的看法改变 所以如果今次出来的数据也是一般的 意味着通胀的情况不是太强的话 我相信有机会令大家觉得加息看法也是压厚的 所以无疑今晚来计算 如果数据真的这样走的话 也有机会令美股再借上一上 所以暂时来计算 波动就应该是波动 但方向性来计算 我觉得也有机会微微向一向上 以短期来计算 例如16,600这边左右 如果以后能够站在16,300 我觉得17,000这边 其实依然在短期里面有机会试一试 好 谢谢Rafi 这节时间就差不多 我为先谈到这 我们下一节再跟大家跟进 就是中港股市方面的最新情况 我们先休息一会